酷 太酷了 爽 太爽了 这个版主新版《觉醒之战》的模式 多重是吧 简直快乐到极势了 感谢上期视频大家的一万点赞 说好速更 大嘟嘟尿 言出必行 后来全场第一位啊 莫子 在这个模式下 莫子的二技能炮 以及强化平A都有概率出发多次 就大招式什么东西 爱抠了 通通抠了 哥们儿根本就不需要 当然了 那二技能乘乘看脸啊 运气好了三发出去 千万老子都躲不了 就哪怕是二技能没中的 也能一技能强谱跟上 三颗星 强度 三颗星 从此以后咱们也不需要成为 小丑一般的国富莫子啦 和莫子有点吓得还有猫咪省东西啊 虽然它在普通模式下 强度确实有限 但是到了多重释法 那猫咪属于是翻身浓度把磕唱了 得理于多次技能瞬间释放 在二技能奔跑的过程中 猫咪使用一技能有概率一下打出三颗炮的 而且猫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它的大招能放巨猿 那三发大招下去 参选的敌人就算是交闪那也是没得跑 算上一技能也有概率触发多次 强度可以说是比莫子还要强啦 娱乐城的三颗星 强度四颗星 哎 哎 等一下 这 这是什么声音 这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技 刘善我只能说是这个模式里无比快乐的存在 一技能后的强不可 二技能的巴掌都能触发多次 那刘善直接是辅助面上大战士 对面大桥路过 咱们直接一套技能把对面大桥带走了 开什么玩笑 还为我为诺诺 多重十八 我重拳出击 当然出装也要变下 做大一个黑钱总是无尽的纯属出装备 更重要的是朋友们 刘善这个英雄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打团 杀人 错误的 那肯定是拆塔 就你们自己看的朋友们 那上中下落二三塔 满血的塔 平时刘善的一起之力全部拆掉 就打到最后 我不知道是因为bug 还是因为被王者制裁 拆到水晶的时候 甚至都不再跟我刷多次技能了 我只能说 这话我 娱乐程度五颗星 强度四颗星 真的啊 我超级喜欢刘善 大家快玩 在这时候 杜给大家介绍了一位 排位销声匿迹的英雄 雅典娜 在这个模式里 雅典娜二技能使用后的强谱 有几率出发两到三次 就众所周知 可能也众所周不知 雅典娜的杀害 主要是靠二技能后的强化 凭A打出 而强谱有几率多次出发 也就意味着 雅典娜从此变成了一个瞬间爆发 打出巨额伤害的传奇刺客 出装上直接传出处不多八把 当然雅典娜这个英雄 玩起来还是需要一定的熟练度的 但无论如何 在这个模式里 他的娱乐型还是有保证的 娱乐程度四星 强度四星 在最后两位 真神出现之前 还想大家给杜典一个三连 老规矩和上期一样 点赞过一万 杜典直接开个 在五一下期里 继续给大家出一期 多重施法的视频 成为我一百万粉丝 最后的碎片吧 米达桑 真神来临 两位这个模式下的版本真神 全部拥有五星娱乐程度 五星强度 属于是多重施法 最快乐的存在 首先第一位真神啊 老小 在这个模式里啊 老小一技能后的强化片 也可以A出二到三发 打在对面上 不能说是不痛不痒 那至少也在是痛得要命 而且刚恐怖的是啊 老小的大招 也可以触发多重施法 这是什么概念啊 朋友们 那你要是连好了 三连子战加成就15发 我只能说 这是我玩来西奥这么久 射得最爽的一集 强度娱乐程度 不言而喻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版本真神 大乔 来朋友们 你们自己看看 一发一一能 外加三级能对面 直接蒸发 这才是这个模式 这个游戏的真谛啊 橱桑上直接专精装 外加纯输出 但是能在方寸之间 基于对面最强大的输出 你们自己想想呀 朋友们啊 一线能下去击费三下 三级能下去谁三下 大招下去再击费三下 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跑不掉这一套连招啊 玩快玩 再不玩 5号就要下架了 那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还是别忘了三连关注 别忘了咱们点赞 一万的约定啊 我们相约下期再见吧 拜拜